看一下職業駕駛的車子 好多東西 為什麼需要這麼多東西 很多格式還有這個 這個時候砍樹 我以為要砍人 哈哈哈哈哈哈 有時候樹太低 然後就把它弄掉 不愧是台中人 U-100新高的 北標鬼八不是北標等控 你有一個是聽得懂啊 你有在聽得懂他們在講什麼 現在北標標鬼八就是那個公路樹 北標178有什麼礦 就是原本的礦 有什麼狀況 北標就是往北 然後南北 然後 大家好我是樹女 到鄉下粉絲家打工成本來的企劃 今天有新篇章了 但是呢這次沒有在鄉下 是在台中市區 而且這工作我貌似也幫不上任何忙 因為他需要一點專業的技術 不過這樣認真想想 我們整個企劃就直接變成了 到粉絲家成本而已啊 但沒關係 這個粉絲的工作呢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特別 而且大家在生活中一定都遇過 就是傳說中看到要退三步的大學長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去年我辦了一場 沒有小卷調的夜調小卷活動 上船之前有個粉絲送我來自台中的鳳梨酥 感謝你 欸怎麼這麼好 真的喔 真的喔 謝謝 謝謝 要這麼好 謝謝謝謝 謝謝喔 活動結束後 他甚至還順便載了三個粉絲會台北 而這個熱情台中粉絲就是 要我大學長 喔大學長 沒有因為我是開大學長 大學長 對我是開大學 你是開大學長喔 後來終於讓我找到了回報的機會 既然吃了人家鳳梨酥 至少該還人家奶油酥餅吧 於是就外送了我在大甲做的奶油酥餅到他家 大學長隨口問了一下 想不想去看我的大車車啊 沒有他沒有這樣講啦 於是 參觀一下大學長的板車 看一下職業駕駛的車子 好多東西 為什麼需要這麼多東西 很多格系還有這個 逃生工具 我以為要砍人 因為有時候樹太低 他會把他弄掉 不愧是台中人 哇 好大 你坐上去看 你要看那個死角 完全看不到 看不到耶 對啊 學長消失了 感覺這邊是死角 蛤 哇 等一下 好正喔 還有一個超強電風扇 冷氣是旁溫排 所以一定要用這個 然後這是無線電 就是你可以停的 這是板車頻道的 然後這個是國道一號 全學長有聽到嗎 沒有學長在線上 今天禮拜六感 禮拜六 禮拜六 然後有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在前面 兩種 拿一次 欸 又有兩種 你按了什麼 這個嗎 所以平常要按哪一個才對 這個比較有威力 這個好像比較大聲 很多種機器我剛剛在 外手啊 各式各樣 那藍色這條是什麼 那個是氣槍 因為有時候 爬完身上會很多灰塵 然後 我一上車之前我就選這樣 哈哈哈哈 然後我還可以把整個車撐起來 車子會整個撐起來 撐起來 撐起來 還撐到兩層很高 因為有時候路會不平 所以會需要這個腳嗎 好高啊 哈哈哈哈 笑 有點可怕 大概兩層 哇 好可怕 好高 所以撐起來是為了要避 避開一些障礙 對對對 然後這個 這個真的會動嗎 會 看起來很困難 我感覺載你們一圈來 為了驗證時速表 到底會不會跑 大學長決定載我們出去逛一圈 好真的 很晃啦 就跟你說要吃陰塵藥 好晃 這跟阿里山小火車一樣晃 哈哈哈哈 看一看 大學長如何轉這個彎 先往左邊看 哇 感覺要撞到獎勵了 天啊 都覺得很像旁邊一樣玩具車 哈哈哈哈 我真的很晃 真的很跳 而且這是品路而已耶 對 當時找了70次的話 你會整個人撞到那邊 就是會整個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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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大聲 因為有了這個刺激的板車出體驗之後 覺得實在太有趣了 於是問了大學長 能不能讓我來趟 板車幻宿之旅 準備上工囉 我們要出發了 今天是體驗當大學長的助手 第一天 體驗助手 僅此一天 哈哈哈哈 開始抖了 大學長開了板車主要就是 載運各種機具到指定的地方 我們今天的第一個工作 是要把18米旅帶高空車載到工地去 我們第一站距離這裡多遠 距離這裡 要是不塞車的話 二三十分鐘 二三十分鐘 我可以 離它這麼近喔 還可以更近 你看那個凸得很近 現在其實一台摩車過去都還沒問題 這時候大學長打開了無線電 而這次 終於有其他學長在線上講話了 只是 現在北標要拐八就是那個公里處 北標178有什麼礦嗎 就是有什麼狀況 對 就是有什麼狀況 北標就是 往北 對 然後南邊也往北 然後 然後講幾公里處 有什麼情況 然後我們都習慣講 12345 6 8 8 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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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1 2 2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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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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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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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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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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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一間鋼鐵廠 把一台 21 米輪胎高通車再回場 然後再趕到太平 把一輛導錦機從 A 公里 上到 B 公里 雖然影片撿起來好像很快 但其實中間發生了很多驚險的事 例如 我的脖子 你看小姐 整個都會掉滑 筆桶原本是滿的 再滑回去全部都不見 好近 最要注意的就是右邊白色那個車 那它這樣子停就是最危險 哇 還要嘛 剛剛要停一下 停到這邊 停到這邊 停這邊 它停那邊你根本過不去 哇 那個腳通常就沒什麼 在那個 鑽波就是找緊急 開卡電線就要很小心 我從頭到尾完全沒有在關心電線 很正常 盡量持右邊 因為它電線是這樣 中間就垂下去 哇 其實這條很低耶 這條很低耶 現在電線上面都會裝那個 細缸子 所以其實你是車不斷 因為整個電線桿都拉掉 這樣感覺很彎 一支電線桿是彎 最傷 感謝大學長讓我知道電線桿售價喔 吃完普世無華的大車司機午餐 我沒有立刻上車趕去再挖土機 而我身為一個板車司機助手 上路前幫學長問一下路況 也是很合理的吧 等一下給你按著講話 然後你問他說 請問學長候里南有沒有空 好 那我按囉 請問學長候里南有沒有礦 小骨 你就說 超收有感謝 超收有感謝 他就表示現在候里南有開 學長抱歉 學妹還是完全聽不懂耶 你剛剛問候里南有沒有礦嗎 就是後里往南下有沒有入礦 我們講後里就是直接講地棒的意思 所以他就說候里南有沒有礦 就是現在候里有沒有開地棒 然後他跟你抱小鬼就表示現在其實是有開地方 人家都稱裡面的公務員叫小鬼 那沒開叫什麼? 田口就是那個三條椎 他沒開會把三條椎 然後也學會跟你抱倒 就是他今天倒電沒有營業 對 他們說倒電 然後有時候是他們會佔領 他們去上廁所來幹嘛 因為講到小子去放樓 有時候就說他們 重點是除了這些竟然還有 還有啊 學長們 我們叫那個後櫃車叫北東 舊護車叫小白兔 小烏龜就是小車 然後過兒滾就是後車 因為他問題多 然後一撞到就會翻車 尤其是那種三噸半以下 就只好一顆而已 他說他有一點提升飲料 小烏龜大約要注意前車董董董 要五時注意前車董董董 就是表示現在是回讀的狀況 噢 董董董是回讀的意思 注意後面的學長 注意不要開太快 大車司機很愛用代號耶 對啊 就無聊嘛 就是有時候開車無聊 所以其實也不會無聊 因為你無聊的時候就在想你又懂 我等一下居然要開後面這個東西 太精采了吧 好 等一下喔 好 把這個往下扳 好 你先往前推 這兩隻是前後 這隻是前後 一隻手這樣子 對 往前 對 兩邊都在動 然後 往後 往後 對 哇 然後 舉起來 左手 左手再隻 往後啦 然後這往前就是放下 對 慢慢放 慢慢放就好 你可以轉一圈 哇 你敢相信我在開 挖土機 我因為太興奮 直接忘記要體驗挖土 但沒關係 攝影師有記得 那麼就給大家看一下 夢想開挖土機的攝影師 挖的第一斗土 可以嗎 它可以嗎 挖土失敗 完全被挖起來 還好他最後選擇了攝影 而且我以為開上去 在那目的地就沒事了 沒想到大學長竟然說 還要去加油站幫挖土機加油 然後你的手 左手 對 然後左手 左手 對 左手 左手 左右 左手 左手 對 左手 左手 走過去嗎 可以可以 確定 對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手卡住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手卡住了 再來 再來 左手 左手 右手 對 Oh my god 好可怕 呃 可以嗎 可以 拉我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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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卡住了 Oh my god Oh my god 再高一點可以嗎 就是這樣子嗎 對 現在大概4點 4點1吧 哈哈哈哈 4點1公尺加油 它是加油口 為什麼不能坐在下面就好了 誠摯的給挖土機公司建議 拜託把加油口坐在下面啊 把挖土機下掉之後 我們還有最後一趟 要把兩台高空撿到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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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再到彰化 那遇到三寶比較煩 還是遇到那些死錶展呢 應該是三寶 因為錶他自己會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但三寶就是摸不透他的套路 然後你就不知道他 他到底要幹嘛 奇怪 你不是打右轉燈嗎 那你怎麼又一直失手 欸 你不是打右轉燈嗎 你怎麼左轉 怎樣分別 是不是三寶 要是開車的話 就是在車子裡面 戴太陽眼鏡 你來發的並不透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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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當晚車沒開燈 他會這樣 然後我會提醒 通常我們大車會閃大車 所以有時候閃燈不是在迷你車幹嘛 是在提醒的 然後你的大燈忘記開了 不要別人一閃燈就這麼有底力這樣 對對對 有時候可能看他沒開燈幹嘛 剛好 紅綠燈的話 我就拉手煞車 然後下去跟他講 下去跟他講 我就說不好意思沒開燈 好好好 台中還是有這種好人的 不是一敲你車窗就要拿球棒 呵呵呵 不要打我現在 呵呵呵 在台中被敲車窗記得 先看是不是大學長喔 靜雷